2月22号中国首部大型10月5大国芬芳在北京大剧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据悉该10月5将于2019年3月6号7号晚上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此10月5以中国酒文化和酒故事为题材 将东方美学精神意涵呈现于舞台 还原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酒焰盛景 让中国传统文化同当今时代引发公民 发布会上孟东方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杨磊谈结出品该剧的初心 通过异敌穿越5000年的芬芳 讲述与酒相关的中国人文故事 领先主演张奥月和张亚书也亮相现场 并与现场的媒体和粉丝进行密切的互动 因为两位都是我觉得都是中国的一代萧雄 像刘邦是我们汉朝的开国皇帝 所以去扮演这种人物在舞台上呈现 我们个人认为是有难度的 真的太难了 而且我没有接触过那个叫燃口 所以这次我会下功夫去把这个好好地做梦 舞蹈演员 然后这次可以通过舞蹈为载体 首先我们是讲述它酒文化 然后再透过酒文化 我们其实讲述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作为一个舞者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件首先这些非常荣幸的事情 再一个它就变成了我们非常有实力感 就不光仅仅是我把这我要完成这两段舞蹈跳好 在动作上把它做好 它不仅仅如此 它是我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 我传达给所有观众的是什么样的精神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样的审美 什么样的高度 所以作为舞蹈演员的时候 非常地荣幸 而且压力很大 忙过了新闻 牢牢也非常期待大国芬芳的表演啦 不到 我们就 Prime we have a 我们 bulbflo crossover